来 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毕业后他不思进取 很多时候还会限制我的交友和工作 他总是说我哪哪都不好 却不找一下自己的不足 每次都以争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正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一起做出改变 很多时候他的想法都太幼稚了 做事又很极端 让我看不到未来 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继续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魏二十三岁 来自江西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黛二十二岁 来自江西话舞员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谈恋爱多久了 两年多了 今天谁要来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 主要性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有些小事嘛 就站起这么久了 然后现在要分手 然后我觉得就没有必要闹到要分手那种 我并不觉得那些都是小事情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每天都会吵架 然后大家的说法都达不到一致 然后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我就想离开他 说说吧 怎么就让你不满意了 他这个人很幼稚的 平常做什么事情他都不能理解我 学生去做兼职不是很好吗 然后我当时朋友就介绍我做礼仪的工作 然后我就去了 他就很不理解我 就语言上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然后我当时做那些事情也挺累的 他就不但不支持我 还继续不让我去 对我造成那种干扰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他做礼仪嘛 然后在那里面有很多人看 我就心里不太舒服 然后有一次我朋友也是问我了 他说你让女朋友做礼仪啊 我说是呀 他说你怎么让他去做礼仪呢 告诉我当时我也不太了解礼仪 具体是干嘛的 告诉我他这样说 我肯定就不太好了 当时我就比较反对他做这个事情 那你就光听你朋友说了 那明明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你就不能理解一下我吗 我去做工作也是为了我们俩 之间平常开销 能多吃点好吃的 出去多玩一玩 有一次我特别寒心嘛 我接了一个那个做安检的活动 当时也挺冷的 天气又下雨 我是坐两天 然后我已经坐了一天半了 然后第二天下午 他说来等我下班一起回家 然后他来了之后 可能他自己淋了雨 他不开心了吧 他就给我脸色看 可是我自己也很累了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男朋友 你完全可以买一杯热茶 给我喝啊什么的 但是他一来就给我吵吵闹闹的 给我添加烦闹 然后还当着很多人的面 把我雨衣给撕了 反正那个事情对我一直到现在 我都一直觉得它很过分 当时情况也不是这个样子 当时是我说去找他 然后当时没下雨 然后我到那里下了很大的雨 我在门口等打电话也不接 然后我在那就淋了一下雨了 结果我进去以后 那时候不是很生气 不是因为我就是淋了雨 所以我发火 我进去去看 那又刮风又下雨 然后穿个那个很短的衣服 然后在那里站在那门口 我说这么冷的天气 我到他生病了 说赚点钱我就划不来 然后我就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 那你想好好关系我 那是你应该用的 我妈还跟我说 说要不一晚一起回来吃饭 那我说可以嘛 然后我就起来洗个澡 然后他就去楼下洗白天洗头发 那我弄完以后 我还在门口等他半个小时 然后我就坐公交车了 然后路上稍微有一点堵 坐到那里 然后还去超市买了东西 带点东西 然后就回去了 然后就稍微没有迟到 但就是饭点 踩着饭点去的 去了刚好大家一起吃饭 我妈就问了一句了 她说来比较晚 我说公交车就是路上有一点堵了 然后后来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什么 也没有造成什么 就是印象不好什么的 然后晚上一样就是跟我爸妈一起出去 看电影就是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很开心 她走了之后 你爸妈对她印象怎么样 就挺好的 就没有提过什么这个事情 小多了吧 但是她是她爸妈的小孩 我又不是 我心里当然会介意啊 然后第二次去她家 我说我要去买礼物 她说不用 可是站在我的角度上 我觉得要买 那你朋友不是也说了 在微信上跟你说 你记得给你女朋友买好礼物 然后不用买太多 买了就行 那人家都那么成熟 想得到 你怎么就想不到呢 我知道 就我那朋友 她可能家里比较在乎这个 然后我妈去的时候 她路上还跟我说了 她说就不用带东西 这边吃饭就行了 然后我当时想着 我妈都说不用带东西 就不带吧 我们就一起去了是吧 然后当时她就 可能我也想得不走行吧 最后还是买了 买了回去了 也挺开心那天 就是你觉得她很幼稚是吧 她还有什么幼稚的行为 让你接受不了的 她平常就是不理解我嘛 然后也不理解我身边的朋友 还有我的圈子 我让她跟我朋友见面 大家一起出去玩嘛 因为我朋友平常帮我也很多 但是她就对我朋友 看法特别不好 然后也不愿意去见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我当时也会挺生气的 有一次她就跟朋友 就我不是说她不喜欢的朋友 是其中一个人 就是我对她印象不太好 就有一次就是 她过生日还是什么 然后去喝酒 喝的一半 那个人喝多了 然后她走了 然后把我女朋友留在那里 然后那些人就不让她走 然后我当时听到 她跟我说不让她走 我就直接去了 去了那几个男的 反正她度也不太好 然后叫我喝 当时人家一点多钟了 我跑过去 然后她叫我喝 然后我也肚子火了 我说我又跟你不能死 你都不让我女朋友走 我跟你喝什么 你确实不能喝 然后后来我就拉她走了 我就对她的朋友 觉得看法不太好 因为当时她自己走了 她也没带她一起走 因为我朋友那个时候 她也喝多了 男朋友女朋友听了半天 女性的朋友 不是还有什么很多男的吗 是一起上班的同事 行 这你认为她不够周到是吧 对 你好像也觉得她不太成熟 我觉得她脾气就脾气很大 脾气不好 我们一起吃火锅 还刚吃 朋友们一个电话打过来 叫我们过去玩 告诉我吃火锅吃地板了 把饭吃完了 然后她就比较着急 然后我就 当时我说心里不开心 然后我说去了去了 然后就走嘛 然后走的路上 我可能就是多说两句 然后回去的路上上家楼 她把那个人家装修的那个 钢磨玻璃 直接从楼梯上扔下来 弄了一地玻璃 然后那房东也是 还来找我们 是吧 找了好几次 那我后来不是收拾好了吗 那不是我凌晨去收拾了吗 那不是因为你一直不肯哄我吗 她总是会 做什么事情 我生气了 她不肯哄我 然后等我也一起生气了 我们大家一起生气 然后互相的就是相爱相杀 就每次都弄得很不愉快 我觉得希望她可以 就成熟一点 让让我 这样的话我也会退一步 然后后来我也哄了 我说大家去吃饭了 吃饭你没有给我好脸上 我把碗筷给你摆好 然后我叫你好几次吃 但是你全程也没有理过我 我说了好几次 我说你先吃饭了 吃完饭再说了 人家那个饭店老板娘都来了 就说不要生气了 吃饭了 反正也不给面子 然后最后还闹得好凶了 哎呀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在学校的时候 当时她打篮球 我觉得她很阳光很帅 然后我就追着她 你追着她 对 变成男朋友之后怎么样啊 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吧 哪儿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她不够成熟 太小孩子气了 而且很多事情都理解不了我 我朋友 他们男朋友都会 对他们挺好的 过节都会有仪式感 但是她从来没有 那你跟她说过吗 说我要仪式感 有 不是 她就有 我之前提过 我可能十件事情 有一件没做好 她就觉得我永远就是 没做过这件事情 但是那些都是我自己要来的 你没有主动想到过 就前段时间 不是我们在一起两年呢 我还 我上班上的十件钟才下班 我还订了那个蛋糕 还订了花 然后还回去拿给她了 你去上班这些事情 不是我催促你去你回去吗 而且这些事情不是我 逼着你做你回去做吗 我上班那不是我 错了这个工作是我自己找的呀 你看得上她吗现在 就大学毕业之后你还看得上吗 我相信在学校里面 小伙子长得比较精神 篮球打得比较好 对吧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那么幼稚的 从我出来接活动之后 你开始接触社会以后 你发现她是幼稚的 是这意思吗 就是人情世故接不周到 见过你父母吗她 没有 你没有带她见还是她没提出要求 都没有吧 因为我还不敢带她见我父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她 如果见我父母的话 能不能做得好 因为我们家里很注重礼仪 你指的礼仪是什么呢 就是 事实想周全吧 比如带礼物是必须的吧 然后嘴巴要会说话一点 她都不够 不会说话 那你看她大概还有几年能去你家呢 等她工作稳定吧 我问问你啊 你说她脾气大对吧 对 一开始的时候脾气大吗 开始比现在好吧 就为什么一开始能忍 现在就忍不了呢 最近脾气有点稍微有点太大了 然后就是也是 她就觉得 那她这脾气为什么 跟你相处之后一天一天的见长呢 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 我没有让让她嘛 就是这种 那我给你讲一件事吧 我脾气为什么不好 就有一次我们又一起找了一份工作 我叫她起来上班 然后其实她是会去 但是她就是要嘴巴就是要说 就是我不想去 我今天有事 我们不去吧 就飞扬那样惹我 她觉得很好玩 然后把我惹生气了之后 然后她就开始说 我们去吧 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很生气了 我已经没有台阶下了 然后我就会更生气 然后后来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手机都被我摔烂了 我真的为什么不知道 她每次都要这样 就一定我开心的时候 才要把我惹生气 然后等我生气了 我们两个都生气了 就把家里东西都砸烂了 你们俩为什么 一定要在一起工作呢 因为她不想我做礼仪 她想我在她身边 她不放心我 她要不做礼仪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 不用跟你一起工作了 还是必须得跟你在一起 就现在也不在一起工作 就是她现在还是 目前还是在做礼仪 她还在做礼仪 你接受吗 后来都可以接受了 后来她 有时候她早很早出去 我都送她出去 然后她晚了很晚回来 我接她回来拿车 我要给礼仪这个专业证一下名 在很多的互联网大会 修博会 西博会 都有很漂亮的礼仪 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美 只要这个礼仪的工作是合规的 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我替她说的话 对 我现在理解 理解了 但从爱情的角度上来讲 如果你的男朋友 那么地不喜欢你 去做一件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 并不是你赖以生存的 唯一工作的话 我是建议还是要考虑 对方感受的 然后再来说男生 女生说说她幼稚 对吗 她今年才二十三岁 她能有多成熟 你要求一个二十三岁的男生 世事周到 世事圆滑 我觉得标准有点高 在这样的青春的年纪 有一些幼稚的行为 我刚刚听到了什么 就是朋友之间 她怎么怎么样不圆滑 我去他们家怎么怎么样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犯错 欲举的行为 只是说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熟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思虑的那么周到而已 而且在整场的过程当中 我还听到男生说 哎呀 我也在检讨 我自己是不是哪里哪里 怎么怎么样 但女生完全没有 其实相爱的两个人 如果没有实质性的 本质问题的话 就是在一个爱的过程当中 进行磨合 细节决定爱情 你们所有的今天的表述 都是在表述细节 成也细节 败也细节 所以你们如何能够处理好 爱情当中的这些小事 这些细节 就是你们走向成熟的过程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你们之间出了大问题 很大的问题 幼稚 暂且不说你们俩谁比谁更幼稚啊 在我们看来你们都幼稚 这幼稚是比较出的 好 感谢 谢谢 谢谢 这个 给 你 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两个之间的愤怒 其实是两种截然的不同 愤怒 你们的争吵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动因 女孩其实不是初在细节上和她产生了分歧和矛盾 你初在了内心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其实你已经感受到她和上大学的时候那个阳光的潇洒的帅气的男孩 在你心中的那种喜爱的形象的位置已经变了 而当初你曾经那么主动地表达了你的爱意 曾经是学校里边还比较羡慕的这一对 你如今无法交代这段感情 你只好哪儿哪儿都看她不顺眼 哪儿哪儿都觉得她不好 来掩饰自己想要分离 其实我觉得勇敢地面对感情就好 我知道你需要一个理由 或者需要一个说服自己也交代给大家的方式和她分离 但不是分离 不是争吵 不是一次次对她的看不上 不是连带她去见父母都觉得 拿不上台面 这样就变成伤害了你知道吗 你坦坦荡荡接受 有一种情感就是这样的 在某一个情景下 我们是相爱的 是美好的 但是人是在变的 环境也在变 我不觉得谁对谁错 当我们内心成长了 境遇发生了变化 也许有些爱情走着走着 我们就最终走到了一起 走着走着我们走散了 但也有份美好的回忆和一份祝福 所以我觉得你面对内心啊 不要去折磨自己 不要去折磨她 变了就是变了 去面对 而男孩我想说的是 你去撕雨滴 你说一些让她很不愉快的话 你的愤怒和你的敌意 来源于 你对自己无能的遮掩 你心里知道你在她那里 达不到她想要的 男孩应该拥有的能力 所以你在掩饰自己的无助 所以在吵啊 这也是你的心理动因 你知道你达不到她的要求 但这不是你的错 因为我们的成长都是循序渐进 所以在这个阶段你们俩可能真的走着走着要走到两个方向去了 不是不曾相爱 而是不是每一种感情都能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太辛苦 不要太累 去努力做好自己 去真心付出 结果不重要 成长的过程最珍贵 谢谢你 好 谢谢袁老师 姑娘为什么流泪啊 我觉得她讲的 可能讲到了 心里的痛感 学生感情的痛吧 好 来 图老师 在爱情保卫站的舞台上有一个魔咒就是 找个男朋友不是用来爱的 是用来改造的 你是不是特别想改造他 你是不是特别觉得自己的男朋友跟别人的男朋友相比 他幼稚没面子 你是不是觉得他没有担当将来没有希望 你是已经打算好了要嫁给他吗 你都没有打算好要嫁给他 你管他以后怎么办 相恋的时候是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 但相爱就是接受对方缺点的过程 吃臭豆腐就要忍住臭豆腐的臭 想要出去穿超短裙就得忍住寒风四四 那找男人是一样的 男人身上一定是有你自己所无法容忍的东西 更何况你也不完美啊 所以说不要总是 要么就要别人惯着自己的缺点 把对方当爹 要么就不要老去担心别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老想做别人的妈 你做一个平等的女朋友不好吗 互相成长不好吗 啊姑娘 如果你要活得轻松一点 你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做好一个女朋友该应有的责任 至于其他的东西 应该让他自己去慢慢修正 你不可能时时刻刻地待在他身边 就像你不应该跟他在同一个工作单位是一样的 你一方面倔强着自己的倔强 一方面又要去妥协自己不愿意的妥协 到头来谁苦谁心里自己知道 好吗 就这样 现在好 恋爱谈得女生都成熟得太早了 男生都跟不上 他说他幼稚对吧 我现在发现我们很多人把幼稚 幼稚跟另外一个词其实画了等号 幼稚是什么 在他们的心里是 不事故 不圆滑 所以幼稚在他们那儿就变成了一个 极大的一个贬义词了 你去你们家 你都不能按社会上的规则 去家里买一个东西 他还很单纯呢 我妈说了不用啊 当然听妈的 自己跟一帮朋友去喝酒 这帮朋友说你不能回家 你就得陪我喝 男朋友说我就不跟你们这帮家伙 和把我女朋友灌成这样了 太不成熟了 你不给我面子呀 所以在你心里面那个幼稚 你是在跟所谓的 事故和圆滑化等号 那留点这种 唇唇翠翠翠的东西不好吗 所以你们自己看 前提原则就是老师们说的 第一 不要勉强自己的内心感受 第二 学会成长 互相成长 就好了嘛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是觉得 在一起两年了吧 反正我是觉得分开 就也挺可惜的 但是你一定会无事 你自己的家伙 特别人 对我来说 你自己的家伙 我来说 没有人生的国家 你都在一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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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關門 來看他們自己的選擇 請開門 我下次節目會繼續找他 剛才在好好溝通就好 行 面對生活 加油吧 嫂子 好嗎 謝謝 像你籃球場上一樣 保持你的陽光熱情 積極 好嗎 謝謝你 秦輝 謝謝主持人 謝謝 謝謝老師 好的 我們祝你們找到自己喜愛的那個人 熱愛的那種生活方式 然後開心幸福的在一起生活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現在請拿起手機 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下載晶雲UP 了解更多的新聞資訊 接下來有請我們的老師 進入到晶雲中央廚房 讓我們一起進入Ebay師愛情保鮮集 有網友提問 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兩年多了 雖然我倆家庭條件都還不錯 但是我們上班工資都不是很高 我花錢比較節制 但是他從來都是大手大腳 到現在一點也沒有改 馬上就要結婚了 要是這樣以後我們還能一起生活嗎 不能啃老一輩子 我該怎麼改他亂花錢的毛病呢 結婚呢 意味著兩個對未來有共同規劃和目標的人 因為要更好更快地去實現這個目標 而決定在一起 這樣呢 兩個人的力量就可以往一處使了 可是你男朋友現在這種狀態呢 其實是還沒有做好結婚過日子的打算的 所以你們先不要著急結婚 先統一思想再做決定吧 我們的節目是由寶石護膚領先品牌 要寶石伊貝斯冠名播出的 伊貝斯純激水 純淨寶石石石水嫩 如果各位想參與我們的節目 可以關注伊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貝斯的線下銷售網點進行報名 那幾天喝股方紅糖 感謝我們的首席戰略合作商 股方紅糖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再一次謝謝現場 以及電視機前觀眾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謝謝大家